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睇五间总结 我是VQ 郭英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贡股市中午收市的情况 内地股市中午收市普遍向上 上证组合指数跌1点报3441点 深证成分指数升71点报14335点 护心300升591点报5090点 创业版指数升54点报3040点 行指方面今天中午收市普28978点 升36点 国企指数升1点报10984点 但市成交有699亿 今个环节有Samuel做嘉宾 HelloSamuel 你好 HelloVicky 见到港股今天的表现都是以门局为主 但市场都是观望美国的意识和蓝筹股绘积的公布 另外北税明天就会暂停 到下个星期四才会恢复的 这么多消息要看着的时候 港股是否很快可以有一个方向出来呢 暂时等待这一集的Event 除了刚才说到那样东西之外 你说可能美国总统拜登最新推出来的那项 救市方案可不可以顺利通过呢 其实都会影响着外围的气氛 比如好像之前一直都提过 他们主要都是针对一些基建的投资去加大额度 但另一方面 其实他们在税项方面 尤其是对于一些有钱人来说 他们加的税率 都是叫做比较夸张一点 比如说之前可能收近两成左右的联邦税率 最多其实有机会超过四成 升了超过一倍以上 所以这一段时间 你说那些人即使想希望 他可以顺利推到一些 救市的刺激经济方案都好 但是又不是很想他在一个税项方面 叫做加这么大的额度 那变了你说 他们整个计划可不可以顺利通过呢 暂时都是叫做未知之数 这一样东西需要等一等的 那重点就是 都是叫做放在 你说可能联储局的意识会议里面 之前一轮的时间 可能你说大家都会怕 联储局有机会 真的叫做提前他们 对于整个货币政策的看法 那变了你说可能在 你说利率方面 会不会真的叫做提前 轻轻叫做有个上升呢 那其实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市况 慢慢叫做有price in 这个风险在这 如果你说今次在 以后会议里面 那个意识之后的声明 如果你说提到 将税率一直都叫做维持 如果你说通胀 都仍然叫做比较强一点的时候 都会叫做可以有个轻微的容忍的话 那对于大市 反而会有支持在这 否则就要留意下 会不会真的叫做 好像巴威尔之前所说 会有其他的工具 或者会有其他的行动去应对 譬如可能你说 在买债的额度方面 会不会有机会叫做有那个收缩呢 那这些是因素 到时大家需要留意 港股方面 近期 一来也都开始叫做 林近假期 北水也都不是叫做 那么涌弱去流入来 再加上你说上证 中指几日之前跌穿了 3450这个心理关后之后 都没有什么叫做 怎么打上去 令到你说 恒指近期都是叫做挨住 最多2万9左右 他叫做上落先的 你说炒那些板块 都是叫做升几日 就叫做 开始叫回回来 譬如好像今天 你会见到一些资源股 或者你说 和一些同价相关那些股份 其实都会叫做回回来 那变成你说 要炒的话 其实即使你说 有些消息 或者有些政策支持都好 只是叫做可以炒一些 比较短线的时间 很少可 你会见到 这一个星期 或者过去五六个交易日 一路很顺利地顺着上去 这一类型的股份 会叫做比较少些 多数都是叫做 处于一个上落的格局 同时间你说 蓝售股里面 都会叫做 保持着出一些季积出来 变成你说 个别就要留意一下 他们的季积 有没有真的叫做 必到预期 未来都可以叫做 留意一下 你说港交所的表现 所以 暂时 你说恒指来说 都是叫做 之前说的 五十天线 直到你说的 二十天线 一路以来都叫做 是横行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债概上去看 都是叫做 二万九千二左右 有机会 就叫做 开始掉头向下 但是你说 下面的支持位 二万八千七 二万八千八 就是那条的二十天线 只要你说 没有跌穿这个水平 又不需要叫做担心 它会叫做下市 一些新的低位 嗯 好啊 看看今天蓝筹股的表现 看到小米 今天跌得比较多 中午收市前 跌半成 因为受着 印度的疫情严峻 的拖累 亦都市场预料 都会影响 小米的供应链 生产等等 另一方面 其实手机生产商 OPPO也都据报 会加入一个造车行列 小米 受着这么多消息 股价受到拖累的时候 有货的投资者 是不是要走货呢 暂时来看的话 它近期都叫做 穿了一些平均线 那向下望的支持位 都叫做 移回去大概二十三个半左右 至二十三个八左右 到现在为止 其实都叫做 一元的下跌的空间 暂时穿一穿位 我觉得都仍然需要 叫做走货先 至终你看到 印度的疫情 都叫做 比较复杂一点 之前上星期有提过 就是说 他们有一些 叫做双重变种的病毒 出到来 是暂时一些疫苗 未能够叫做预防 所以你说 之前一轮的时间 即使国民 是叫做打了一些防疫针 也好 效用又未必 真的叫做 可以叫做 完全确保他们的安全 而且他们 现阶段 确诊的人数 都仍然是叫做 继续創一些 单日的新高 过去这几天 都是继续超过 每日三十万人 其实你说 在美国 最恐慌 或者是疫情 爆得最劲的时候 其实都是叫做 二十五、二十六万左右 而已 你现在印度 那方面 已经叫做 超出了这个水平 另一方面 就是说 一些叫做 统计学家 他们有估计过 过去一轮的时间 他们每三十宗里面的感染个案 其实只叫做检测组 一宗左右 所以他们的成本 或者你说 他们的医疗水平 仍然算是比较低 你说要检测到 那个能力 也都不是叫做 那么高 所以他们预测 你说根据这个情况 其实最大 其实有机会 就是说 整个国家 确诊的人数 有机会是超过五亿 其实整个国家 本身都是叫做十三亿人口 现在都已经超过三分一人 是有机会染病了 那变了 对于小米来说 他们自己的工需 都是叫做重点 集中在整个印度市场 你说 无论是整个收入的来源 佔两成 同时间 你说一些厂商 都是叫做 放在印度方面 主力发展 现在你说生产力都开始叫做停顿 而且你说消费能力 当然都会受到影响 对于他的看法 暂时会叫做比较偏负面一点 再加上你说 现在你说的手机设备股 和现在的手机厂商 和你说的汽车厂商 他们的做法 都会叫做混在一起 例如你说 不少的手机品牌 都开始希望叫做尖手 做一些电动车的业务 其实竞争都仍然是叫做有 那便是你说 他们消费的情况 有机会是叫做持续的 譬如就好像说 美团刚刚出完份 年度报告的时候 说过他们在新业务方面 要加大个投资 消费的程度 都叫做 起码维持一年以上 那便是你说 现在 小买之前也说过 公司豪得起 希望大省金钱 去搞电动车的业务的话 令到大家又担心 会不会可能 真的叫做用很多的资本投资 才叫做可以搞到 这个新的生意 对于公司的业务来说 短期之内 都没有什么利好的趋务 再加上疫情的发展 这一两季 有机会是最差的 那些专家计算过 起码去到五月中的时候 疫情才有机会叫做建议 变成了 你说第二季 其实都已经叫做不用想了 所以 没有业绩的炒发之下 那未来一段时间 仍然有机会 示范一些新的低位 或者叫做起码 碰一碰之前 可能说24元 哪个位置 或者说有机会 去到23.5元左右 就是说之前 整个3月7日 之前那支的阴烛的顶位 可能试一试24元 这个心理关系 变成了现阶段来说 都仍有一元的下跌空间 好啊 麻烦你Sam要这么长远的分析 我和你申报翻 有没有持有以上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 回来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在下跌见